環境生態保護已經身為目中最重要的議題 保理頂來這麼多的專利到在生活環境營造的民間社團 主要想基盤集中有夠有意義的選擇掛檔 以生態設定為目標 透過集點闖關的方式 將生態環境予告豐災人進客觀念 傳達給民眾和小朋友 希望愛好生態環境 大家都可以為自己做去 環保杯 環保杯 手帕 碗筷 碗筷 想要參加這張1點參觀多年 必須帶到環保五保 不然就要知道什麼是環保五保 可以一起響應這個活動 隨時把這個環保碗杯一塊 手帕購物袋帶著 你只要有帶五保裡面的三保就可以 那如果你通通都沒有帶也沒關係 我們這裡有一個宣導的海報 至少你會知道下次記得帶 你的選擇會決定背後的生產場景喔 乾淨的水還有動物喔 只要它的環境長得像這樣子 水果就會長得這樣醜醜的 這天睡眠 掛冠不漂亮的水果 確實因為它有無受污染的栽培環境 小朋友跟家長頭過沖冠遊戏 來瞭解什麼樣的做法是對環境形態最好 了解這些它的用意在哪邊嗎 嗯 在哪裡 保護生態 還有呢 還有不要傷害小動物 那你平常有做嗎 有 從闖關當中你有學到什麼嗎 有 有很多 我們要減少那個塑膠的用 用的塑膠 收穫多還是獎品比較實際 收穫比較多 保理長來積極推動環境生態保佑工作的民間社團 合作基盤這張生態社團風遊會 用上主人的方式來教大家 也鼓勵大家保護生態環境 太多就要去做 我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說 其實我們心裡有想到什麼樣的好事 你的雙手馬上就去做到 我們有設計這個新手合一 我有做到行動紀錄卡 那鼓勵來參加的朋友 在今天參加完活動回去之後呢 你可以在日常生活裡面實際去做到一些 讓埔理更好的事情 那希望大家能一起來響應 我們就是在日常生活裡面 一點一點的做 一個人做了他就算數 慢慢去翻牌這樣子 學校的這個校慶的時候 能夠在學校來舉辦 也會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那真的是可以增進 增長我們很多這個知識 而且這些知識是過去 我們在書本上看不到的 學不到的 只要民眾每天完成紀錄卡要求的目標 每次規定的所需以後 就能在配合的商家和店家 換禮物或是消費接口 主辦單位支出 主要目標就是希望大家 用先保護生態環境的習慣 想到就要去做 生態生氣的理想 總有一天可以實現 記者王朝鮮 彩虹報道 小怕 冷靜 小怕